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 在45年前 也就是1978年 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 1978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GDP 只有156美元 我们一般认为 沙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 沙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他们平均取来的人均GDP 是495美元 也就是中国当时 连沙拉沙漠以南被称为 黑非洲的这个地方的人均GDP的三分之一 都达不到 但是在过去这45年 中国取得了平均每年 百分之9%的人类经济史上 不曾有过的发展趋机 那么经过45年的这样一个高速发展 中国现在按照过买率评价计算 是世界第一大军具体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 是世界第二大军具体 那么在过去这45年当中 有8亿人口摆脱的贫困 对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回顾过去这40多年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减少的贫困人口刨除掉 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 还在涨价 同时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跟120几个国家 中国是他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跟其他七十几个国家 中国是他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也就是全世界的90%以上的国家 中国不是他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就是他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座有些同学 我相信是学经济的 那么学经济的人都知道 贸易是负利双赢的 但是小经济体 从贸易当中得到了好处 大与大经济体 那么所以呢 今天除了美国 跟中国的经济体量大约相当 因为按照购买率评价 就算中国第一大经济体 按照市场贸易计算 美国第一大经济体 其他国家的经济体量 都比中国小多的 包括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 它的经济体量 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贸易 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带来的巨大的发展的红利 当然呢 也给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界的朋友 带来很多发展的机会 但是当前有很多国内国际经济的挑战 那我相信呢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 最近美国不断地出台各种政策 来打压中国 那么这老大跟老二的这种争端 给世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也给企业界带来了不确定性 也给同学们未来的工作 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除了有外部这些挑战 那我想呢 各位也知道 现在大家对中国发展 有很多不脱底的地方 比如说 最近在媒体上谈了很多的 中国老龄化的问题 认为呢 中国要进入到老龄社会 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了 中国未来的发展 可能跟日本一样反慢 那么最近呢 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叫孤朝明 他讲呢 日本过去 从90年代到现在 经济发展非常慢的一个原因 是他们出了 所谓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然后他讲说 中国现在也面临的 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那等等这些问题呢 让大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 充满着余力 我想在座的年轻人 会充满余力 会关心 是正当的 因为呢 如果外部环境不好 大家的工作机会就会不好 所以呢 我想在这个时候 来跟各位谈谈 怎么样认识中国的 机遇跟挑战呢 是像我这样作为老师的 一个责任 那么了解中国的机遇跟挑战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 按照购买力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论断说 因为当前世界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我想从 为什么会出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来谈起 那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是总书记或是国家主席 习近平 在2018年6月份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提出来的一个判断 那么 不同的学者会 对总书记的这个论断 有不同的解释 那一方面我是经济学家 二方面经济是基础 所以呢 我就想从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来谈谈 世界上 为什么出现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 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怎么样来应对 这个变局谈取 那么 如果讲百年的话 我想 让我们想到的第一个是1900年 那1900年的时候 世界上出现了一件大事 就是八国联军 攻打北京 这是一个世界上的大事 那这八国是哪八国呢 是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俄国 加上一个叫奥匈帝国 他们这个八个国家 为什么组成连军千里迢迢万里迢迢 来攻打北京 因为他们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 那么如果 跟他们有不同的意见 解决不了 是列强吗 那就派军队去征服 所以就组织了八个年军 但他们为什么是列强呢 因为他们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 因为打仗是要钱的 没有钱是打不起仗的 那他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怎么来衡量呢 按照过买力评价计算 这八个国家 他们的GDP总量 他们的国民生产总量 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点四 也就是世界的一半 GDP就这八个国家生产的 这八个国家拥有 他们非常富有 那百年恶智变局 我们再看一百年之后 一百年之后 那就是两千年了 在两千年的时候 当时世界上 有一个八国集团 我想各位都还记得 G8 八国集团 那这八国是哪八国呢 是美国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意大利 日本 俄国 这跟八国年轻全面驱国完全一样 没有变化 只换了一个国家 澳区帝国 澳区帝国被加拿大取代了 那澳区帝国为什么被加拿大取代呢 我想各位读历史知道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澳区帝国崩溃了 分裂成澳地利 匈亚利 还有东欧的一些领土 变成斯洛瓦克 几个国家 那么由于它的国家崩溃的 经济体量就小了 影响力就小了 就退出的内墙的行列 那加拿大就取而代之 那这八个国家 为什么要组成八国集团呢 同样 是因为他们经济上面的强盛 这八个国家 八国集团 他们的经济总量 占到全世界的47% 也就是将近世界的一半 那么 也就是说整个一百年 全世界的经济格局 基本没有变化 因为全面八个国家加起来 1900年50.4% 2000年47% 他们都占了将世界的一半左右 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 非常强盛 所以在整个二十世界 世界是和平 还是战乱 基本上 决定于他们这八个国家的关系 我想各位都还清楚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 实际上是八国联系当中的德国 跟奥匈帝国 组成了同盟国 其他国家 是协业国 那他们有政治利益的冲突 经济利益的冲突 解决不了 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 又是怎么爆发的呢 同样是八国集团当中的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组成了卓星国 其他国家 是同盟国 同样 因为 地人政治的关系 经济利益的关系 摆不平 解决不了 那就兵戎相见 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可以讲说 整个二十世纪 世界的格局 有动乱 有和平 但是 主角一直没变化 从那个角度来讲 整个一百年的格局 是不变的 无非就这八个国家之间的 关系是好是差 那么为什么 在2018年的时候 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说 出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 八国集团的总量 经济总量 从47% 下降为 百分之三十四点七 只比三分之一多一点 只比三分之一多一点 那么由于经济格局的下法 经济总量的下法 就导致了 就导致了 全面这八个最大的国家 主导世界 世界术的力量的下法 你比如说 最明显的就是 2008年 发生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那么过去的整个二十世纪 也经常发生各种金融经济危机 以前发生这种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 无非就是 全面最大的这八个国家 的领导人坐下来开个会 那么决定呢 怎么应对这场危机 那全世界其他国家 就跟着全面这八个国家的决定 来执行 那这个危机呢 就靠这样来应对 但是在2008年 这场危机爆发以后 八国集团 发现无能为力 自己来应对 因为他们的经济总量下滑了 所以啊 就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 在2008年12月份的时候 召开了20国集团的峰会 来共同商议 怎么应对 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那么可以讲说 从2008年12月份以后 主导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机构 就从8国集团 变成现在的20国集团 前两天在印度 召开20国集团的峰会 召开20国集团的峰会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 引导全世界 政策主向的领导机构 那么这确实 整个20世纪 那八个国家 就一直是那八个国家 现在呢 变成20国集团 来主导国际事务 那么为什么 在整个20世纪 前面这八个国家 他们经济总量 在100年当中 只下降了3.4个百分点 而进入到21世纪 这么短的时间 他们的经济总量 就47%下降为 34.7% 下降了12.3个百分点 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 其实 最主要的原因 这是我前面讲的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 连续40多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从统计数字 上面看得很清楚 在2000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总量 在世界的占比 是6.9% 中国的经济总量 占世界的6.9% 到2018年总书记 习近平主席 讲 百年会有之大变局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总量 上升为 16.8个百分点 中国增加的 9.9个百分点 而八国集团下降的 12.3个百分点 含义是什么 这八国集团下降的12.3个百分点当中 百分之八十 是中国一个国家 的上升带来的结果 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格局 带来的政治格局的变化当中 哪个国家的失落感最强啊 我想可想而知 不管是八国联金或是八国的一战当中 最大的经济体 最大最强的国家 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 在1875年前后 它的经济总量 超过了英国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那经济是基础嘛 所以它的影响力也就最大 最明显的时候 就是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一次世界大战 我前面讲 是同盟国 德国 奥匈帝国 跟协约国 八国联金以外的 其他的国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开始这个矛盾战争 是在欧洲大陆 而美国最大经济体 是在美洲隔着大西洋 所以开始的时候 美国没参战 美国没参战 德国跟奥匈帝国的联名 就哄哨欧洲 把华国 意大利的这些国家 全部占领了 只剩下一轮三道 在那种状况之下 美国才参战 那美国参战了以后 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体 它呢 各种战争武器 大炮军舰 可以源源不断地投入战场 我们现在经常讲说 中国的航空母舰 中国的军舰 每年造出来的 就有点下脚子一样 不断地往下投 当时美国就是那种态势 而战争呢 是一个消耗战 德国跟奥匈帝国这边 经济体量小 所以在战场上面 被打掉了一条坦克 要补充另外一辆坦克 就会长难 而美国呢 可以不断地投入战争武器 因此呢 就把德国 奥匈帝国打败了 那么可以讲说 一次世界大战 到最后的决定 格局是美国的参战 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二次世界大战 开始的是德国 意大利 日本 组成了卓星国 那卓星国的德国 还有一大利 同样是无少欧洲 那两三年前 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叫做《至暗时刻》 The Darkest Time 由于同盟国的军队 受到德国的驱赶 最后到敦克尔克这个海港 把三十多万的军队 撤回英伦山岛 整个欧洲大陆都被德国占领了 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 英国的首相邱吉尔 面临的就是德国用飞机轰炸 军舰可能随时要跨过英吉利海峡 因为他占领英国山岛 所以他认为这是至暗时刻 最黑暗的时刻 后来这个格局怎么扭转呢 也就是在那种状况之下 美国参战 美国参战以后它是最大的经济体 它各种物质力量可以不断投入 所以就从诺曼迪登陆以后 又把德国远选打回柏林 那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在远都战场也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日本 说要三个月消灭中国 所谓三月王华 当然这是太狂妄 他不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的意志 但是不容否认的 日本当时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并且打下了我们香港 还有菲律宾 马来西亚 一直快要打到澳洲的本土了 那么同时美国为了 这个日本为了控制太平洋 那托袭了珍珠港 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 美国加入了太平洋战争 那日本托袭珍珠港的时候 把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集成的大概是一半 损失巨大 那么有一年多的时间 整个太平洋是日本控制的 但同样的情绪固然美国的军舰被打掉了一半 但美国可以不断投入军舰了 然后到了太平洋战争一般讲说中途岛是一个转折点 中途岛海战之前 日本海军控制整个太平洋 那中途岛以后转变 可是如果我们从战场的角度来看 日本在中途岛并没有被打败 因为美国跟日本损失的航空母舰 损失的军舰数量差不多 不分上下 但为什么说中途岛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同样的道理 日本的军舰被打成了一艘 就很难再补充 而美国可以不断投入航空母舰 驱逐舰等等 那就靠强大的军事力量 逐渐把日本又赶回本土 最后投下两颗烟子弹 投下两颗烟子弹 那宣布条件投降 所以可以讲说整个二十世纪 美国是主导世界格局的力量 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 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按照购买的评价计算 中国的经济规模 超过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军机体 随着中国的经济 体量的提高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也就越来越大 前面林校长介绍 我有幸2012年 作为第一个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 到世界银行 当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学家 最高的职位 在我前面的八任 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都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 而且在政治上 学术上都有巨大的成就 比如说我的前任 包括像Joseph Stiglitz 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同时也当过美国 总统经济顾问会的主席 这是一个部长级的位置 还有呢 Larry Summers 当过哈佛大学的校长 当过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 他也是当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其他的 基本上 也是当过中央银行行长 并且在大学里面 在学术上都有很大成就的 那为什么会让 我作为来自中国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 而且占领这个历来 是由在大学里面学术做出巨大贡献 因为我在政治上有巨大影响的学者去担任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学长船高 学了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也在世界提升 那我才有机会去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那么由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提高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在那种状况之下 美国当然是失落感 最大的国家 所以从2014年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美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奥巴马总统提出 重返亚太 pivotal to Asian Pacific 所谓重返亚太 它的含义是说 要把美国原来部署在欧洲 地中海的低流舰队的海津的力量 调到亚洲来加强地区舰队 太平洋的地区舰队 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显的就是要用金氏力量 围堵中国 那么奥巴马之后 各位也知道 特朗普当总统 开始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这些基本上都是 利用一些墨西友的借口 来打压中国 目的同样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然后现在拜登上台了 拜登上台以后 可以讲说是 销归潮水 表面上都是讲说 我们并不阻碍中国的发展 但是从奥巴马开始的 重返亚太 金氏力量围堵中国 它现在要组成美国 澳洲 还有印度的这么一个金氏同盟 而且还想把北约引东扩到亚洲来 用金氏力量围堵中国 然后特朗普时代开始的贸易战 增加了关税 天哪一点也没有下降 还有科技战 那不断地把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内入它的实体清单 同时呢 还想用意识形态分成民主国家 中国他认为不是他们同样的 这个民主制度的国家 然后组成民主国家的同盟 目的都是围堵中国的发展 然后呢 这就出现了 美国一个学者讲的 修士底德陷阱 因为从历史上面 最大国家跟第二新兴国家之间 新兴国家要取代最大的国家 历史上呢 发生过15次 当中有10次 是以战争来结束 然后两败几桑 那中美两国 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大经济体 那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冲突 如果爆发成战争 那它影响的就不是这两个国家 它就给全世界带来的各种挑战 各种不确定性 所以呢 确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百多年来 不曾有过的一个新的国际环境 而这个环境呢 会影响到美国人 会影响到每个人 然后这样的新的把内外之变迹 仔细分析 不容否认的 是中国的快速发展 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然后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 是它的结果 那面对这种变化 那我们怎么来应对呢 我们怎么来应对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只有靠中国继续的发展 只有中国继续发展 发展到中国的人经GDP 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 那我想呢 美国大概就会心意诚服 接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 因为呢 美国虽然从经济总量 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比中国小 按照市场费率计算比中国大 但是从年均量来看 那中国现在 如果是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 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如果按照市场费率计算 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人均GDP 实际上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 代表我们平均产业跟技术的水平 那比它低就代表我们 技术比它落后 它的技术比我们先进等等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美国就会利用 它在科技上的优势 军事上的优势 金融上的优势 还有话语霸权上的优势 要压制中国 那我也想把我讲说 当中国的人均GDP 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 美国就会心悦臣服 接受它是老二的地位 我想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中国的人口是14亿 美国现在人口是3.3亿 固然呢 中国人口老龄化 人口大概不会再增长 那美国人口可能还在增长 但是呢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 这个基本国局 在未来20年30年40年是不会变化的 那如果中国的人均GDP 是美国的50% 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 那这样子的话 中国的经济总量 就是美国的两倍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而且不仅这样子 中国内部当然会有地区差距 你比如说 北京 天津 上海 深圳 广州 还有我们香港 这个人均GDP是比较高的 我想呢 当整个中国人均GDP 是美国的一半的时候 这几个城市 加上东部沿海的 北 这个东部沿海的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他们的人均GDP 可以达到跟美国同样的水平 那么这些比较先进的城市 加上中国东部比较发达的省份 它的人口加起来 达到4亿多一点点 美国现在的人口是3.3亿 它也逐渐到3.5亿 可能再等我一点 那么他们的人均GDP 跟美国达到同一水平 它的经济体量 也就跟美国达到同一水平 而最重要的是 它的人均GDP达到同一个水平 因为人均GDP 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 平均产业跟技术的先进水平 如果我们有一个 人口体量差不多 人均GDP一样的话 就代表这个经济体量里面的 产业跟技术水平 跟美国整体来讲是一样的 到那时候 美国就没有什么 先进产业 先进技术的优势了 美国就不存在像现在的 想用所谓卡中国的脖子 不把这种先进的技术 卖给中国来抑制中国发展的能力呢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因为中国的体量是美国的两倍 那美国那些先进的产业 先进的这些高科技企业 它是在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这些高科技企业 像什么高通啦 英特尔啦 Microsoft的这些公司 他们不能没有中国市场 由于现在美国的领先的公司都是高科技公司 高科技公司有一个特性 他们要大量的研发投入 才能够维持它的技术领先的地位 然后它有没有能力大量投入 决定于它现在的这些产品技术 有多大的市场 而中国是最大的市场 美国两倍大的市场 当这些高科技企业有中国市场 它就是高盈利 有高盈利它就可以继续研发投入 它就可以维持技术领先 维持它在世界的地位 如果它失掉了中国市场 它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 如果它是低盈利或是不盈利 它就没有能力继续投入洋花 维持技术领先 当它不能维持技术领先 我们知道在高科技产业 你如果没有被领先 被人家超过了你就被淘汰了 这是一个银子而通吃的市场 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 那些美国它作为经济驱动力的这些高科技企业 它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 而美国的一般老百姓也不能没有中国 为什么呢 前面讲贸易是双赢的 中国可以远远不断提供价廉物美 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生产的各种产品 而且我前面讲贸易是双赢的 但小经济体得到了好处 比大经济体得到了好处大 美国当时只有中国一半的经济体 它从中国的贸易当中得到好处 是中国的两倍 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 美国为了自己经济的稳定跟发展 还有人民的生活 离不开中国市场 在那种状况之下 我想中美的关系 就会从现在的摩擦 紧张 变成友好合作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 它讲发展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那么我们现在面临世界百年 会有这大变局 对中国带来很多外部的挑战 出现了现在大家关心的所谓修士底的陷阱 但怎么样超越这个陷阱 其实关键点 还是在于中国的继续发展 如果中国能够从现在 人均GDP按照购买率平价计算 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变成美国的百分之五十 按照市场费率计算 现在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变成美国的百分之五十 现在按照市场费率计算 跟按照市场费率计算 有差距 有不同 一个四分之一个六分之一 但是当中国的收入水平 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 那时候市场费率计算 跟费率平价计算 基本是一样 这也是经济学的规律 收入水平低的时候 按照市场费率计算 的GDP会高 按照市场费率计算 的GDP会低 但是如果你收入水平 高了以后 这两个计算 基本是差不多 那么我问得怎么样 要中国继续发展 达到人均GDP 美国一半的时候 我想这个世界 经济的格局 就会做出当前 百年未有着大变局 然后出现到一个新的 和平的稳定的格局 那么发展对中国 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这么重要 但中国还能不能 继续高速发展 这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 但要回答 中国是不是能够继续高速发展 那先要先了解 发展的边缘 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讲发展 当然是每个人的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 但要每个人的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 就必须我们的劳动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你不能只靠印钞票 给人买东西 如果你没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单单花钞票 会带来通货膨胀 实际上能买的东西 不增加的 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 必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生产力水平 不断提高 靠的 必须是现有的产业 不断技术创新 用更新更好的技术 同时要有新的 互加者更高的产业 不断涌现 那你可以把劳动力 从互加者比较低的产业 配置到互加者比较高的产业 这是提高 劳动生产力水平的 两个最重要的办法 也是维持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收入水平 能够不断提高的办法 而这个办法呢 不管在发达国家 或是追赶的发展中国家 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不同 发达国家 前面讲到八国年轻 那些当时的列强 他们是列强 他们收入水平高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的产业跟技术 已经在世界上最前沿 那当一个国家 他的产业跟技术 在世界上最前沿的 已经是最好的 他要继续创新 就只能自己花明 然后他的产业的互加值 已经在全世界最高了 他要互加值更高的产业 同样必须自己花明 那花明我们知道 他是投入非常大 风险非常高 绝大部分的花明的投入 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当然呢 如果他成功了以后 可以有专利 在全世界 有专利保护 有垄断利润 回报会非常的高 但是绝大多数 为了花明所做的努力 是失败的 所以从平均起来 工业革命以后 这些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的技术 产业在世界最前沿 他们一直领导着 世界的产业技术的前进 那他们靠花明 总的来讲 他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过去这一百多年 人均GDP的增长 每年大概百分之二 这还相当稳定 然后呢 经济增长是 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加上人口增长 那发达国家人口增长 像美国因为可以 大量实际移民 所以他每年增长 可以一个百分点左右 那其他发达国家呢 他们人口增长速度 一般呢 利益一个百分点 所以发达国家 在过去这一百多年来 他们的平均的增长率 就在百分之三左右 这相当稳定 如果你看历史资料 相当稳定 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 有一个不同 因为我们发展中国家 代表收入水平 比发达国家低 对不对 代表我们现在产业 所用的技术 不足发达国家 那么我们所在的产业的 附加值不足发达国家高 所以我们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这当然是落后的表现 但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这恍而是一个优势 因为所谓技术创新是 你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 所用的技术比现在技术好 就叫技术创新 发达国家 因为它的技术 已经在世界上是最好的 如果它要比现在更好的技术 就只能自己发明 可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现在用的技术 不足发达国家的技术 我们可以引进消化吸收 作为再创新的来源 这种引进消化吸收的成本 比自己发明 那成本低多了 风险也小多了 同样产业升级 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最前沿 它要产业升级 就只能自己发明新产业 可是我们的产业护加值 比发达国家低 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些 在世界上是成熟的 发达国家生产过的 但它的护加值 比我们现在生产的高的产业 这就是产业升级 同样 可以进入到这些成熟的产业 引进消化吸收 作为产业升级的来源 它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的成本低多了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 如果发展中国家 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 这种产业技术的差距 作为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 那么它应该发展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 因为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速度 成本跟风险比发达国家小 所以它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的快 而且实际上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有13个发展中心集体 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跟技术的差距 作为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 的这个过来者优势 Late Commerce Advantage 取得了每年7%或更高 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我前面讲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的经济增长数度 是3%左右 如果你是7% 那就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45年平均9% 是发达国家的三倍 如果你持续25年后更长的时间 那你就能够大量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实际上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这么快速地发展 当然有很多原因 那当中一个关键的原因 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利用的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上 发距给我们的获来者优势 来推动我们持续的技术上寻产业升级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利用的这个优势已经40多年了 这个优势还有多大 所以很多人就很悲观了 说你看 日本亚洲四条小龙 他们也是利用这个优势取得快速增长 他们一般用20年30年顶多的 中国现在已经用了40多年了 这个优势还有多大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不在于说中国用这个优势已经多少年 要了解这个问题是要说 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到底还有多大 如果产业技术很小 那这个优势基本上就很小 如果我们产业技术跟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当然这个优势就还很大 那怎么来弘量这个差距呢 我前面讲说 用人均GDP是一个很好的弘量的指标 因为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 代表平均产业跟技术水平 那从我能用到数据 最新的数据是2019年 2019年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 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2019年 二十二点六 然后它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 跟美国的差距水平 日本在1956年 跟美国的差距水平 韩国在1985年 跟美国的差距水平 这三个国家在那三个年份 他们的人均GDP 就在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二 二十三之间 那这三个国家 跟我们和代表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代表美国 最发达国家代表美国的差距 处于同一水平的时候 德国取得了连续十六年 从1946年到1962年 平均每年 人均GDP的增长是8.6% 也就是平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速度 是8.6% 德国是这样 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 同样16年 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 也是8.6% 也就是劳动生产力 平均的增长速度 是8.6% 韩国 从1985年到2001年 同样16年 它平均的人均GDP的增长 是8.1% 也就是 它平均劳动生产力的增长 是8.1% 那么利用同样的获来者优势 它们可以实现 人均GDP 也就是平均劳动生产力的增长 在8.1%到8.6%之间 8以上 那就代表什么 这个后来者优势 让中国同样有潜力 实现从2019年到2035年 平均 2035年之前 日本 韩国比 中国还有一个 它们当时没有的优势 就是以数字经济 Digital 数字经济 为基础的新经济 像互联网 像互联网 等等 还有新能源汽车 这些 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 这种新经济 这种新经济有什么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 它们的研发周期特别短 它们的研发周期 经常一年18个月 就是一个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周期 跟传统的产业的技术不一样 传统产业 一个新产品新技术 它的周期通常 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 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 才一个产品技术周期 现在新经济的产品技术周期 一般就是12个月 十八个月 最明显的 最近大家讲CHAT GDP 对不对 四个月五个月之前 公布的是三点五百 一个月之后 就四点零百了 那么明年肯定是五点零百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 它通常不到十二个月 就是一个新产品新技术的周期 那么新产品新技术周期 非常短 有什么特性 它通常所需要的资本投入不多 因为你那么短的时间 你们用多少钱吗 它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 你要工程技术 智商非常高的人 来研发这个新产品新技术 那么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 花达国家从工业革命 又开始积累资本 他们积累两百多年 所以他们的资本比我们豐富的 但是原力资本 实际上来自两部分 一个是先天的聪明才智 先天的聪明才智 上帝是公平的 其实如果从大的人口来看 他的分布是一样的 大概是千分之一的人是天才 任何国家是一样的 从分布来看是一样的 第二个是后天的教育 那后天的教育 其实现在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不大的 后天的教育会就是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那么这个后天的教育 其实中国现在跟发达国家差距不大 但在这种需要 这个人力资本投入当中 先天的我们人口比较当中 有聪明才智的人 比重跟发达国家是一样多 可是你在技术发明 不是靠比重 是靠绝对数量 拿一个具体的比重 比例来讲 比如说你买彩券 每张彩券 重奖的概率应该是一样多 可是你买的彩券多 你重奖的概率就高嘛 那中国呢 有14亿人口 所以啊 中国 有聪明才智的人的数量 就非常多 因此呢 在这种短周期的技术研发的新经济当中 中国呢 是有优势的 我想这几天里面要是看 抖音视频 上面有一个 阿斯玛尔 这个光科技 荷兰光科技的老总 接受采访 他去看慕尼黑的 新能源汽车的展览 以后接受访问 然后呢 记者就问说 美国现在要技术轰索中国 他让他评论到底好不好 他说 基本不会有效果 因为说中国人太多 聪明的人太多 你要是不卖给他这个技术 他们一定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 这是新经济 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 短周期的新经济 中国有人力资本多 天才多的优势 第二个呢 还有中国现在 按照购买的评价计算 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有国内的市场的优势 第三个呢 中国还有产业配套 最齐全的优势 你如果说 在其他国家 如果你有好主意 要变成产品 因为它的硬件配套不好 它可能要一年两年三年 在中国的话 那你要把你的想法 变成产品 到深圳 华北墙那边 一买什么东西都有 几天的时间 你就可以做成产品了 最明显的 我想各位也知道 咱们大江就是这样的 再来的话 特斯拉新能源汽车 特斯拉新能源汽车 在美国生产了十几年 一年的生产量也不过就是两万多辆 它到了上海来投资设厂 十个月的时间就把工厂盖好了 第二年就可以生产 五十万辆 那由于第二年就能够生产五十万辆 就像特斯拉本来是拼领破产 那它现在变成世界的首富 所以在新经济上面 中国的技术创新 有德国 日本 韩国在我们同一个阶段的时候 所没有的优势 而且这个优势也表现出来 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现在下载最多的App 五个当中 四个是中国企业开发 中国企业拥有的 那么现在在新经济当中 最热门的新能源汽车 我想各位看报纸 在慕尼黑的新能源汽车展当中 百分之四十的汽车 是来自于亚洲 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 而且不仅数量多 质量还好 大家都在看中国的汽车 所以这样讲起来 从后来的优势 原来新经济的优势 中国应该在2035年之前 还有每年8%增长的可能性 当然它只是一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能不能实现 还要看其他的挑战 我们能不能克服 那目前挑战来自于外部 最大的就是 美国想利用它现在在技术上的优势 来抢中国 不败把他的先进的产品 现在的技术卖给中国 然后把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列入实体清单 然后禁止美国的企业 跟这些企业有任何贸易往来 有任何交往 有任何合作 那我前面讲 我们利用后来者优势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能引进消化吸收 作为再创新的来源 如果他不把这些 他具有优势的这种技术 卖给你 那你就不能利用后来者优势 你就必须自己发明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自己发明 当然成品会很高 那么这样的抢脖子 是美国现在所用的手段 那会不会真的让中国 因为抢脖子 我们就发展不了 这是美国希望达到的目标 美国希望达到的目标 比如说 第一个被列入实体清单 第一个被抢脖子的 是华为 那美国的商务部长到中国来访问 最大中国访问之前 他就说了 只要你不研发5G 这种新技术 就把对法委的所有的制裁都取消掉 什么东西都卖给你 什么技术你都可以用 但是你就是不能研发 他这么说 然后美国现在的意图不仅是说美国的技术 不卖给中国 他想把所有发达国家的技术都不卖给中国 所以他组织芯片联盟 对不对 把韩国 日本 美国 还有荷兰组成一个芯片联盟 要他们把技术都不卖给中国 同时到欧洲 到其他发达国家去游说 那这样的 想卡中国脖子的 会不会成功 这是我们必须关心的 过去好像美国每次做都成功 这次会不会成功 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 现在美国能卡中国脖子的技术 不是美国政府拥有的 是这些企业拥有的 那有的是美国的企业 像高通 有些像阿什麦是荷兰的企业 这些技术 都是这些企业拥有的 那我前面也谈到 这些企业怎么拥有这个技术呢 拥有这个技术 是大量的研发投入带来的 成果 然后他有大量研发投入以后 取得这个新技术 如果他有大的市场 他利润就高 利润高 不仅是现在重要 未来也重要啊 因为他在这些高科技上面 必须有不断的研发投入 能投入多少 实际上捷径于他的利润水平 有多高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美国政府要这些企业 不把这些高科技的技术 卖给中国 用我们常讲的话 就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 政府请客为了达到他的 维持他的霸权的地位 他出台这些政策 要这些企业来付这个成本 企业有积极性吗 因为要卡中国脖子 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是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那是两个国家 大家可以这么想 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杀敌一千 自己至少也要损失一千 而且如果他没有利润 他没有办法去使用 他投入 他可能就被人家替代了 他是生死后观 所以对企业来讲 可能是杀敌一千 自审一千万 我们来讲最明显的 现在这种技术封锁 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芯片 最极端的表现是 就在5G的芯片上面 因为5G的芯片 现在是技术等级最高的工业产品 那5G芯片确实 从生产上来讲 只要靠台积电 然后要光合机 只要靠河南 然后呢 你要光合还有光合胶 只要靠日本 代工的话是台积电 或是三星 那这些都是发来的经济体 那过去我们都是跟美国买的 然后芯片当中 生产手机芯片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高通 Qualcomm 然后Qualcomm 本来华为的手机 在2019年都已经超过 苹果手机了 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的 比苹果手机更受欢迎的手机 那2019年 美国把华为内日实体清单 那不允许利用美国技术的公司 把芯片卖给中国 那它当中最重要的芯片是高通的芯片 开机电代工 或是三星战工 但是高通发现了 它自己30%的芯片是卖给华为的 如果它不把芯片卖给华为 可能华为还没使 高通先使 因为它没利润 就没有办法研发投入 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 高通就自己到美国商务部去申请 让它能够继续把芯片卖给华为 本来是任何芯片都不能卖 后来只规定5G芯片不能卖 所以我用的是华为Mate 50 Pro 是4G 那为什么它能生产4G呢 因为它可以买到高通的5G以下的任何芯片 因为它不卖给华为 它甚至30%的市场 高通可能比华为先使 那华为就生产的Mate 50 Pro 那如果美国的企业都这样子 都不太愿意执行美国的战策 其他国家的企业会有心甘情愿吗 我们讲说对企业来讲是 杀底一千 自损一千 至少 然后美国的企业必须听美国政府的话 因为呢 它必须遵循美国的法力 但是德国的企业 日本的企业 瑞士的企业 为什么要听美国的话 它如果自损一千 换来的是什么 美国继续维持它的霸权 对他们来讲 没有什么政治收益啊 只有经济收益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大家才会看到去年 德国总理到中国来访问 然后带了一大批企业家到中国来访问 还要继续维持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今年 华国总统 也到中国来访问 同样带了一大批华国的企业家到中国来 因为对他们这些企业不能没有中国市场 同时呢 欧盟的主席 一到中国来访问 跟这个马克龙一起来 来了以后呢 他回去 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没有发任何 没有发任何推特 他过去呢 有点跟特朗普一样 每天发了很多推特 把他的想法 跟他的显明分享 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没讲任何一句话 他叫反思 因为他过去比较支持美国的政策 认为要围堵中国 两个星期以后 他到欧盟议会发表的一个演讲 在这个演讲 他当中 他首先 必须承认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带来了经济增长 消除了贫困 给中国老百姓 这个幸福的增加 福利的增加 生活被提高 做了极大的贡献 也透过贸易 对其他国家 做了极大的贡献 他也认为说 欧盟要跟中国通过是不现实的 因为欧洲也不能离开中国 当然中国也不能离开欧洲 那么要关心的顶多是安全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那中国跟欧洲没有什么战略上面的矛盾冲突 所以如果这样分析起来的话 美国确实想利用它现在技术上的优势 来卡中国 让中国 我讲经济和发展要继续不断 这个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本来中国有很多可以用眼镜消化西说 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 那现在美国想卡住这条渠道 但是问题 有多少技术美国能抢住 因为绝大多数的技术不是美国一家拥有 美国大概可以管美国的企业 但是美国大概很难管其他国家的企业 其他国家的企业 为什么要为它买单呢 美国的企业为美国政府买单 到底它是美国的企业 那欧洲的企业为什么要对美国买单 德国的企业 韩国的企业 日本为什么要被美国买单呢 肯定不太愿意 那么这样讲起来 真正能卡中国脖子的技术 应该就非常少了 如果是非常少的话 我有信心 中国今天已经到了 任何技术 中国快得三年 慢着五年 绝对可以功课 我这句话不是今天讲的 是美国开始想 开始卡中国脖子的那天 开始将去抢 这个 就是说跟华为断供的时候 我做了这个论断 我说确实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是靠国外的技术进口 但是如果能够贸易往来 中国可以买它的技术 对中国来讲成本低 比自己生产成本低 但对外伙企业也好 因为它有中国最大的市场 它可以高盈利的来源 假定由于地人政治的原因 那美国禁止这些技术 向中国出口 中国今天已经到了 任何技术 只要下令减薪 快得三年 慢着五年 绝对可以克服 但是四年前讲的话 大家都觉得 我大概是在古静嘛 但是 前几天华为出的 Mate60 Pro 攻克了 5G芯片的瓶颈 好像大家都看到了吧 所以呢 因为这个话是对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确实 抢中国的脖子 中国要付出代价 但是 中国 对现在中国没有的技术 是在根中的 那能买的时候 买是比较便宜 这就是任正非先生的 话 也是任正非先生的 聪明才智 也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当这些技术 中国能买的时候 中国能买比自己生产便宜的时候 中国要买 因为这样更便宜 我们可以发展的更快 发展的更好 但假如买不到 我们应该下定决心 都能够克服 这是第一点 所以巧脖子 有 但也不用那么操心 而且只要中国能生产了以后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只要中国能生产 那就更便宜 更便宜以后 现有的公司 基本上也就准备退出了 实际上这是高通自己感觉到了 那么光客记得 阿什麦老总也这么想的 他讲说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了 最好现在还是卖给他们 审得他们去花名 他们正要花名了以后 可能我们就要退出了 这是第一点卡脖子 第二点呢 最近谈了非常多 我到了香港有很多人就问我 孤朝明先生讲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 他讲说中国现在跟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 开始有黄帝禅的高速发展 后来黄帝禅泡沫破灭了 那导致日本经历的到现在说三十年的经济的衰退 那他说为什么会有三十年的经济衰退呢 因为黄帝禅泡沫很高的时候 大量的企业把大量的钱投到黄帝禅 家庭也把大量的钱投到黄帝禅 然后黄帝禅不管从建筑商 企业 一般生产企业 本来像索尼亚什么生产电器产品的 也去跟银行借钱去发展黄帝禅 所以很多钱都在黄帝禅上面 跟中国有很多企业也是这样 然后家庭也跟银行借了很多钱投资到黄帝禅 但黄帝禅的价格猛跌 造成家庭都变成负资产拥有者 我们香港创造的词 然后企业也大量负债 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 他就说企业它赚了一点钱 他就去还银行的钱 不去搞投资 那家庭呢 负债很多 为了减少负债 都要决业 来还银行的钱 这样就造成了这整个国家的投资非常少 消费非常少 投资消费都非常少 当然经济就非常疲软 这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那现在呢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那么高 那很多企业把钱投到房地产 有很多银行负债 家庭呢 现在也有很多银行的房地产负债 那房地产的价格可能会下跌 那一下子也就会出现 所谓日本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谈得非常多 好像也有理论分析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分析 到底正确不正确 日本经济的疲乱是因为企业 要还银行的欠款 家庭要还银行的欠款造成他衰退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 但其实背后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 从我倡导的新结果经济学 新的理论分析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 八十年代 在广场协议以后 美国强迫把日本当时 在世界最领先的芯片产业 当时世界最领先的芯片产业 是在日本的 然后美国当时的政策 就有一点像现在 对华为的政策 你不能发展芯片 你必须放弃芯片 就像他跟华为讲 你不能发展5G手机 你必须放弃5G手机 当时美国的政策是这样子的 所以日本就被迫 把他的芯片的产业放弃 一部分转到美国去生产 方面放弃的 韩国跟台湾 就利用那个空间进去了 他就是被美国强迫放弃 那个当时是领先于美国的 芯片产业 同时不仅放弃了 当时在市场最领先的芯片产业 他还接受了美国的思想 政府不能利用产业政策 去支持新的产业的发展 日本本来有很多产业政策 去支持日本的新的产业的发展 但是八十年代以后 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认为政府不应该有产业政策 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 企业自己会 结果呢 从八十年代以后 他本来领先的产业放弃了 另外没有任何新的产业出现 各位想想看 从八十年代以后 日本有什么新的 在国际上领先的技术 我想各位想不出来 基本没有 那么这样的 我前面讲经济发展 是靠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他技术不创新 产业不升级 生产力水平就不能提高 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 那你生产力水平不提高 收入水平不提高 银行的负债就变成问题 如果你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没关系 我的收入 我的市场 我的营收不断在增加 那我就可以还债 其实大部分的企业是靠 在中国的企业 大部分的企业是靠 跟银行贷款 投资生产 卖到市场上面 然后收益 然后还银行的钱 家庭的角度也是一样 我现在负债很多 但如果我的收入不断增长 负债多我可以还 根本就不成问题 所以日本的问题 并不是说企业跟银行的负债很高 日本的问题是 没有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那所以没有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是因为 美国的政治打烊 你比如说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人均 日本的人均GDP 是高于美国的 代表它的 平均的劳动生产力水平 是高于美国 因为当时有一项新变产业 那些全世界领先的最新技术 但是呢 现在 日本的人均GDP 只剩下 大约是美国的55% 日本的经济总量 现在 只剩下 为美国的 差不多五分之一 从本来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降低到现在百分之 百分之差不多五分之一 中国的三分之一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因为生产力水平不提高 才是 日本衰退的根本原因 而不是说 那些 由于房地产造成的 对银行的负债 因为负债 只要你生产力水平不到低高 收入不断提高 你能反啊 那么这样一分析的话 中国会不会 陷入孤朝明先生 所讲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那就决定我们 有没有技术不断升级的空间 产业不断升级的空间 那我前面谈到 我们有后来的优势 我们有新经济的贩道抄 这个优势 即使美国想搽脖子 也搽不住 那我相信 中国可以不断技术 创新产业升级 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所以资产负债表 房地产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不需要关心 但是不会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 陷入跟日本同样的问题 另外一个 大家也谈了非常多的 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中国确实按照统计指标 只要六十岁以上的人 占到人口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十四 就算进入到老龄社会 那中国现在确实是进入到老龄社会 进入到老龄社会以后 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 人口不增长 劳动者的数量不增长 那日本也同样进入到人口老龄化 那日本人口老龄化以后 日本的经济增长很慢 这是大家知道 因此很多人就认为 如果进入到老龄化 就会像日本那样增长很慢 但实际上 日本增长很慢 是不是因为就是老龄化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些分析 从二十十岁大战由到现在 有五十三个国家 它进入到人口老龄化 这五十三个国家当中 有二十六个 他们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他们的人均GDP 已经达到或超过美国的一半 实际上都是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了 另外有二十七个 他们的人均GDP 达不到美国的一半 还在属于追赶阶段 那你会看呢 这五十三个国家 全面这个 进入到老龄化 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 这二十六个国家 你比较它 你比较它进入老龄化前十年的经济增长 跟后面十年的经济增长 你发现呢 其实经济增长力没什么变化 进入老龄化也只是列为下滑一点点 然后你看那些二十七个还在追赶的国家 你比较它前十年跟后十年 发现后十年经济增长力还在提高 跟我们想象的 好像人口老龄化就像日本一样 经济增长很慢 不一样 那其实仔细想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经济增长是靠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加上人口增长 当然老龄化人口不增长 那看生产力水平会不断提高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就要技术不断专新 产业不断升级 然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你进入的产业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然后要去 能够进入到这个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你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的数量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 教育水平高不高 技术能力强不强 那通常人口老龄化是可以预测到的 十年前二十年前就知道 十年后二十年后 会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 当你预期到会出现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不增长 那你就会去政策上面 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 那你有更多的教育投资以后 虽然数量不增加 但是质量增加 质量可以替代数量 所以那些已经进入到最高收入水平的国家 因为它技术创新都必须靠自己发明 但比较难 所以它内微有下降 但还在处于绝感的国家 因为有前面讲的 回来者优势等等 那么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控制会长大 然后你在教育上的投资 还更好地准备 你去抓住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机会 所以它的经济发展往而更快 那么日本进入老龄化以后 所以经济增长慢 其实不是因为老龄化 其实是我前面所讲的 它在美国打压之下 或是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 它的先进的产业换去了 然后呢 它政府又不是积极地支持新的产业发展 没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才带来它经济发展慢 那我想呢 中国可以避免这样的情绪 所以这样讲起来呢 当前我们确实面临很多国内国际的挑战 但是呢 到2035年之前 应该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 潜力只代表可能性 当然中国也必须 在卡脖子上面去克服 中国又老龄化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应对 还有呢 现在全球气候变软 那我们提出的2030年 要探达峰 2060年探中和这个双碳目标 必须阻力受发展的道路 这也有成本 中国这也发展中国家 转型中国家 也有城乡的差距 地区的差距 政府也必须在那上面花钱去克服 那么你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用来技术团圈产业升级 但无论怎么样 我相信在2035年之前 有8%的增长潜力 应该可以实现5%到6%的增长 在2050年之前 按照我同样的分析 应该有6%每年增长的潜力 可以实现3%到4%的增长 如果实现了我全面将这个增长预测 到2049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金GDP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 怎么计算 2019年 中国的人金GDP是美国的22.6% 如果30年后到2049年 要达到美国的一半的话 中国每年的人金GDP的增长要比美国高2.7个百分点 美国人金GDP的增长在过去五六十年 每年大概是1.8个百分点 那我们 我判断美国未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增长速度 所以 如果到2049年 我们要维持每年比美国人金GDP高2.7个百分点的增长 那就是每年必须有4.5个百分点的增长 如果到35年之前我们实现5到6的增长 然后到49年之前 50年之前实现3到4的增长 那应该可以基本实现每年人金GDP比美国高2.7个百分点 那到2049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金GDP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 那我们就驾驭了百年又有这大变局 当时我相信中美关系就会和好 而且如果人金GDP达到美国的一半 也就是现在最发达国家 像德国 像华国 像日本 这样的最发达的国家 我们实现了民主伟大复兴的目标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每年会为世界的增长贡献30%左右甚至更多 所以中国还是全世界发展最好的地方 会给在座的企业家提供无限的机会 也给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提供无限的机会 谢谢 非常谢谢林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 林院长 很感谢您刚才精彩的演讲 我们从世界过去一百年的历史 得到很不小的启发 现在我对中国的发展也充满信心 在接下来这个打会完结 我们会先邀请城市大学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总监 公共及国际事务 实习李季兰教授先做提问 然后我们再邀请在座的来宾再做提问 我先把时间交给李教授 感谢 感谢林教授 这个时间有限 我希望多留些时间给台下的我们的嘉宾 跟同学 老师们 这个我简单切入到重点 刚才林教授精彩的演讲 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发展 就是出路 是不是 既是我们中国的过去四十多年 那个高速的发展 当然还要走向高质量的发展 这个才是走出目前一些困难的 一些很重要的方向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 当然刚才林教授也说过一些很重要的思考的方向 但是还是怎么样走出这个红海了 是不是 这个因为我想目前面对的困难还是不小的 是不是 还是不小的 我们还是要真正的面对它 目前我听见到也有一些的评论或者意见 觉得呢这个制度的继续的发展 这制度方面的改革 其实也是很重要一个方向 这个也是会促进中国那个发明啊创新啊 这个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吧 这个不知道您教授对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在哪一方面的制度改革是更重要的呢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 现在有很多问题 过去也有很多问题啊 同时呢不仅是中国啊 哪个国家没问题啊 你要是看美国 每个问题不会比我们少 日本日本问题不会比我们少 欧洲国家问题也不会比我们少 所以呢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 要勇以面对 但是要谈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的发展的时候 同时也必须看到发展的潜力 跟局域在什么地方 并且呢 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会怎么发展啊 实际上是需要把发展的潜力 跟机遇抓住 让这个国家社会往前走 创造更多资源 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稳定 跟发展 如果你只是看到问题 想去解决问题 我想出发点非常好 可是如果你没有花出发展的机遇 整个经济可能就停滞了 在你所谓改革那些措施的时候 你不带来增长啊 那如果经济不发展的话 年轻人每年都在毕业 我们很多同学都毕业啊 他就没这位机会啊 他心里就不高兴啊 那各种矛盾冲突就会更多啊 在那种矛盾啊 你就会发现呢 越解决问题 问题越多 然后到最后 整个国家社会崩溃 数联动物就是这样子的 在这种矛盾之下的话 我前面讲的 为什么我老师先讲 潜力在什么地方 机遇在什么地方 然后谈怎么样抓住这个潜力 抓住这个机遇 抓住潜力机遇以后 当然我没有存在问题 在那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有更多的物质条件 更多的能力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必须知道 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 将来还会不断地出现各种问题 但是将来出现问题的 同样是这种态度 你不能只看问题这一面 你还必须看花展潜力这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 这40多年了 回头看是人类经济史上 不曾有过的奇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三年五年就来一次 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啊 因为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慢 然后呢 大家就讲 你看你存在那么多问题 所以你经济慢了 那你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就 经济要崩溃了 可是 中国经济一直没崩溃啊 中国经济不仅没崩溃 中国每次在讲 中国即将崩溃的状况之下 中国都还 继续稳定跟化展 我想这就是研究问题的 思路的问题 我想 真正的要抓住 我们时代的机翼 推动时代的进步 要先看到 机翼在什么地方 尤其我们企业界的朋友 一定是先创造机翼 然后把机翼抓住了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然后换到更多资源 更多税收 更多出口 这不就有更大的能力 来解决问题 感谢林院长的分享 我们在这里 鼓励年轻人同学们 就是勇于接受挑战 就是发挥你们的潜力 去在中国的发展上 贡献你们的奋力 现在我们就是可以邀请来宾 就是可以提问 尤其你们有问题 想请教林院长的话 你们可以举手发问 麻烦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再提问 会非常的关注 您刚刚提到的就业问题 其实我们也看到 从去年开始 富士康就开始有新闻 说他在高薪的抢工 我们看到国家 在发展制造业的时候 也面临用工慌 我想请教您怎么看待 在当下城镇年轻人失业率比较高 然后同时在制造业又存在 用工慌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谢谢 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来讲 当前16到25岁的 这些年轻人的失业率是比较高 但是中国总的失业率 并没有提高 好像在下降 这是25岁以后的 那些人也加进来的话 失业率呢 并没有提高 在第一点必须先了解清楚 第二点呢 当然我们希望呢 不仅说25岁以上的人的就业不错 我们也希望 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就业会不错 那当前 他们的失业率比往然高 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 我们现在经济确实面临下滑的压力 然后这个下滑的压力啊 有内部的因素 你比如说消费的信心比较不足 二方面呢 企业投资的意愿也比较低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中国国内的总需求就相对比较少 但除了这个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出口的增长非常的慢 那出口为什么增长非常慢啊 其实是美国或者日本的经济不好 因为他们的经济总量到底还加起来比中国大 然后你看美国经济的经济增长 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 只有1.1个百分点 欧洲跟日本比这个还更低 那他们的经济增长慢的 他们的经济需求就少了嘛 而他们经济需求少 中国的出口就慢了嘛 那么中国出口慢了以后 实际上不止说因为出口慢 本身对增长有影响 它影响后面这两个 因为他们的出口慢了以后 很多出口企业就面临所谓产能构胜 产能构胜就不愿意投资啊 不投资就不创造新的就位机会啊 而且呢 企业不投资就位机会少 那就造成一般劳动者 未来的就位予局不好 输入予局不好 所以呢 消费也受到抑制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确实 新增就位机会少 就给我们年轻人 的就业 会有压力 那年轻人的16岁到25岁的 失业率比较高啊 也不只是今年的现象 基本每一年都这样子 你要是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你调查年轻人的失业率 都有上升的情绪 但是到了12月份 明年1月份啊 又降下来 我想这是一般大学刚毕业啊 预期会高一点 那就有很多高不成低不就的市 其实市在那个地方 我跟人讲说25岁以下的人 就业率怎么没下降 没下降 还在提高啊 那些工作 为什么15岁的人不愿意去啊 他认为他工作不太好啊 就不愿意去啊 然后过了三个月 五个月以后啊 他也会调整疫情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7年的失业率也会增 失业率会下降 就业率会提高 所以我这两个因素都有 那目前的状况之下的话 既然了解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比较疲软 是总需求不足 总需求不足 最重要的根源是外需不足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当然政府要利用它有的政策空间 一方面做一些必要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来支持投资 来创造就业 来增加消费者的信心 二方面当然也可以结合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这个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的改革的问题 增加民营企业的信心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到下半年以后 青年的就业率应该会好转 谢谢林院长 我知道大家都还是意欲未尽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答案完结只好停在这里 我们现在再给林院长一个最业劣的掌声 就是向林院长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敬意 现在我把时间交回林芬教授 好 谢谢两位 那有请曾教授和李教授一步台下 反请林教授在台上 那接下来我想邀请香港城市大学 人文与社科学院院长丁沃克 一步台前 代表香港城市大学 向林教授赠送礼品 好 谢谢乐华秦教授 请乐教授移步台下 反请林教授继续在台上稍作 接下来我想邀请我们香港广州青年总会的 王会长和霍启文主席一步台前 向林教授赠送礼品 反请林教授继续在台上 有请王绍恒会长和霍启文主席一步台前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三位 麻烦三位一步台下就坐 那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同学跟老师 在现在可能最希望的 就是想和我们的林教授有一张大合照 所以我想烦请我们的摄影师 上一步台前为大家拍一张大合照